虽然今天在工作上大放光彩 把各个方面都做得不错 不过可能对自己有一点委屈 建议你还需要大胆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见 谢谢 嗨大家好 11月2号整体运势 月亮在自己的家 虽然有些敏感和不安 但这并不会影响他散发着 滋养和照顾他人的光 通过一些细小的事情来服务和照顾他人 以此显示出我们的谦虚和谨慎的美德 因为金星和火星 紧密地在处女座合相 并触及到对面双语座的凯隆 虽然可能有些过去的伤痛 让我们不得不去面对 但月亮作为一个调和者 让我们发现 面对过去的伤痛 才能从过去的伤痛中走出来 从一个受伤者变成疗愈者 谢谢